家人梦谁懂啊,今天被狗老板栽了桃子了,说好的米其林一星餐厅指南,是我整理收集的,怎么就成了狗老板的了,还说用两个星期查阅的资料,还大声写出来我想要,这是什么狗语法,还顺着晚线发给你,Excuse me,你这是幽灵喝墨水,你以为是幽默吗?其实你只是黑扇加黑好吗? 这篇五十欧以内的米其林帖子,流量这么好,本来都是我的呀,我流量明星的美梦啊,就这么没了,气死我了,嫉妒是我面目全非,嫉妒是我心理变态,我决定学习一下新东方的小编,一些网友好奇,文案出自水手,我们是一个团队哦,每一次爆款文案的制作,都是狗老板信用,背后的资料收集,读文制作,文案撞写, 等等,都是我在做,这才有了这篇点赞九九家的碟子,感谢大家能喜欢我们的作品,我们会继续努力的,感觉把狗老板的底都掀了,嘿嘿,我就是一百斤的体重,九十斤的反骨,剩下来的十斤还在作史,就是这么有个性,说到这有朋友就会问了,我会不会像新东方的小编那样, 也被狗老板给优化了呀,说实话,我是不怕的,要是没有我,谁给他搜集资料,整理资料,做图P图,上传资料,上传视频,哎,这些好像都没什么技术罕量的工作,是个人都会做,啊,一名神武的老板,我错了,我这不是为了流量吗? 你和人家新东方,这个热度,多厉害呀,所以我们也要学习一下,我刚才的说辞都是为了流量呀,我相信会影如巨的,老板大人一定会了解我的古宗的呀,最后会抵我升职加薪,走上人生巅缝,好了,今天就新做到这了,我们有缘再见吧,对了,如果想要巴黎密切林一新订餐何几呢,直接放我主页上的163邮箱,会自动回复哦,我们下次再见吧, 拜拜